對不對 不是後面補刀 我是先去告的 你是先去告的 那你是先知是不是 也不是先知 我有正義感 好 我有個疑問 就是說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你們因為要去香港 然後桃園出不去 你還會從台中去 或是從高雄去 什麼樣的情況下 可不可以幫我們思考一下 就是一定要出去 為什麼一定要出去 等一下大隻大條 敵視你很好玩 飛去不可 不會吧 不會因為這個 你是因為有瘋了 收到瘋了 進來了 感受到了 而且他在桃園被通知 儘管就知道他出事了 最近精華真案子燒成這樣 應曉威他完全沒有警覺嗎 有 所以他到那邊發現 無法出去之後 他還堅持要到台中清泉鋼飛 代表 他有點誤判 就剛剛不會講的 他有點誤判我們的警政系統 有連線的 他想說可能沒有連線 我說真的 正常人來講 可能也想說 那不然國內線應該不會怎樣 坐去金門 澎湖 游泳什麼的 你有很多方式 可是你怎麼會想說都清泉鋼 清泉鋼 清泉鋼每天有多少班次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他就是一定要出去 我覺得他可能已經知道 會有事情 好 那因為小平哥你是 你剛剛講到說 4500萬 那個是我們說 檢調這邊查到的 應曉威跟沈青金的金流 你說要誠實 你是有什麼樣的 你也是有什麼風聲嗎 依據什麼樣經驗來說 我跟你講這個是行政權蓋章 我先講 我先報個內幕給你聽 是 好 來 這整個整個檢調查到 有些人獨家就問到 跟檢察官關係小孩就問出來 他現在是 他現在是集資子公司數億 數億 我這是分母總量 然後也有 那應曉威就4500萬 那也有官員 也給了 官員 沈青金昨天的聲明說 從來不給紅包的 不會不會 他說 是兩個人跟我要紅包 柯文哲的官員 跟郝龍斌的官員 可是我們 可是 即使我要給這個阿伯紅包 他也不會收 他是不能談的 他說他聖人 好 這個等一下再講空中竄 這我來講 我先講這個錢 這錢第一重要對不對 好 集資五億的話 所有的打點這個 這個子公司弄出來的錢 這叫公關費 對 這個金流也被查出來了 對 所有上億元的公關費 去向不明 對 然後是誰收了這個錢 那應曉威4500萬 那應曉威5500萬 是跟官員一定沒有關係 是兩個系統 那叫監督系統跟行政系統 對 而行政系統是從科長到局長 到副市長到市長 那是阿伯的系統 市政府的系統同意吧 對 那誰的功勞大 當然行政權才給你違法 給你多容積嘛 多給你幾百億嘛 所以 所以議員的幫忙 跟行政的幫忙 差十倍是非常合理的判斷嘛 這第一件事 第二呢 那就是他查嘛 那傳不傳 黃山蕾再看 然後兩個人顯然 收到了風不一樣 沈慶晶的 檢調的 他裡面的內線 跟應曉威不一樣 應曉威他的樁腳幾天前 就知道說 要抓他了 好 那沈慶晶 他本來聽到風聲 緊張就跑到揚州 你知道 他不回來了 那我們是說 他不回來誰倒楣 阿伯倒楣 因為怕串政嘛 一個人在大陸 可是這 不知道哪個38的 他的好朋友 這個調查員說 我跟你講 還是連證書 可以回來了 現在都在查阿伯的政治獻金 原來這個是蝴蝶效應 對 他笨死了 他就回來了 現在你就知道 現在不是哪個案好不好 現在是所有的案 五大案 七大案 政經濟性案 那個細胞核 軸心 跟腳踏車那個軸心一樣 那就是阿伯嘛 萬劍起發 對嘛 今天你看 是不是也搜 今天是不是搜索了那個 那個北農改建案 好 然後彭震生被叫去問 問這個精華整案 當然他是公務副事長 可是人家也問他四北科 你關心的四北科 就是來的話 節省時間 能問都問 七八個案 其實重點不是案嘛 所以那個教授 你就笨嘛 是阿伯好不好 重點是 重點 他聽到不危險 暫時沒危險 當然台灣的事情 中央處理 他就回來了 我來 就被抓了嘛 他是完全 這個資訊不正確 我說 好 那我繼續講什麼 空中篡政好不好 篡政 沈慶慶講什麼 沈慶慶一輩子最恨誰 你 不是我還好 好龍兵 好龍兵 十幾年前你還記得 那個 易小薇擔任那個 沈慶慶的打手 雙子星在標 有沒有 是不是被馬來西亞 分出第一名 馬來西亞那個標到 然後中華工程第二名 太極雙子星 太極雙星 對馬來西亞的公司 要標雙子星 好結果呢 結果他不是一直 易小薇是不是拿到 沈慶慶給他資料 一直攻擊 一直攻擊 就變成廢掉了吧 那廢掉是不是 到順位是不是 中華工程拿到 大家都這樣想 不給你我給第三名怎麼樣 所以恩怨已經新聞做很大很大很大 你們看那個紀錄就好了 那又碰到金華城 打死 他就是謝靖遠四行倉庫的團長 我說好龍兵 就392 少囉嗦 就392 寸土不浪 好 寸土不浪之後 再來下一個 阿伯要當那個市長了 市長是誰 市長 市長是 鄧家經跟林青龍 免談 392到560都不給你 要來打官司 你去告行政訴訟 這兩個 好這兩個後來是不是走掉了 這跟這個可能也有關係 那什麼時候開始轉變 他要搬走很多石頭 包括這個都省會的委員 哪一個人當副市長 換掉鄧家基 誰當副市長開始轉變 黃珊珊 所以你要看這個大事記 好 那黃珊珊的時候 那黃珊珊大人 他扮演什麼角色 兩個角色 第一個黃珊珊是 總聯絡員 對不對 我們輔會的 那當然是跟議員比較親近 服務嗎 你有什麼成績 什麼弄好 當然關心關縮 一線之間會坐牢不坐牢 就是看有沒有犯法 好 那再大家回來 他總共一小孩開了多少場 幾老會 說是30 30場 30次 那幾場變當會 9場 那副市長以上的層級 都是黃珊珊總聯絡員要負責的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證據 黃珊珊講了什麼話 被證據確鑿 不要理他了 證據很鞏固 黃珊珊穿針影線的角色 他三場裡面發了什麼眼 這個是很重要 拒絕令會不會傳他 對 但是小平說 你把脈絡都整理一遍 但我們回到源頭 你少回答我一個問題 你說那個4500萬乘10 乘以10是 什麼的行情價的那個部分 你是怎麼割入掉 誰可以拿大錢 我跟你講 誰可以拿大錢 就是我能決定 你的多女容積的人 叫行政權 對 那如果阿伯有拿錢的話 阿伯最多 其他官員比較少 這一定是幾億 那議員這邊一定是幾千萬 這是基本的行情 如果議員到幾千萬了 那可能市長就要幾億了 難道議員幾千萬 阿伯拿500萬嗎 不會嘛 怎麼可能 我都幫阿伯想好說詞 人家問他 有人透過 假設真的有那個 貪獨的空母員 跑去問柯文哲說 他們在在談 你要報多少 不要 我想還是誠實聲報 他就把誠實誠以詞 誠實聲報 他這個錢總共幾億 幾億我不知道 四億五億我不知道 第一筆錢比較明確 四千五百萬 第二筆錢說官員也有拿錢 第三筆錢是說 一億的流向不明 像你家獨家 是不是這樣踩到 這個輪廓就拼起來了 這個拼圖 好 因為是這樣 前面我們先看 這個報導是說 有上億的公關費去向不明 這是簡聯調查出來的 所以還有誰 什麼官員 官員到什麼層級 是市長還是副市長 還是怎麼樣 有沒有別的議員 對 你說還有沒有別的人 是不是 你家檢調是這樣還 有沒有別的議員 還有好幾個 什麼樣的官員 多少錢 這才是關鍵 好 那我其實就懂了 沈晶晶的聲明是這樣 我從年輕到現在 從來沒有跟官員妥協過 或是送過火包 這個讓我補一句就好了 我跟你講空中串供 他講什麼 他講說 我說他寧可被壓 沈晶晶說 阿伯剛正不合 絕對沒有拿我的錢 這代表 你知道串什麼鎮你知道嗎 阿伯千萬不能承認有拿錢 對 我們兩個都不要承認 我被壓你也不要承認 是要空中串鎮嘛 好 來官廷 我難得 在一個節目上面 跟鍾小平議員的想法 趨近於一致 我補充一下 這真的是完全標準 空中串鎮 對啊 串到什麼程度 我們重新回想起 柯文哲遇到精華沈案 第一時間他面對精華沈案 他的講法他講什麼 他說 他說土力不是犯罪 大家記不記得 土力不是犯罪 背後意思是什麼 最多認土力 對 那土力再更嚴重一點是什麼 有金流 金流收匯嘛 對 所以阿伯他講到 他自己講的 土力不是犯罪 他不是頭腦壞掉 他怎麼不知道土力是犯罪 土力不是犯罪這件事情 意思是我在解讀 就最多認到土力 再來 陳慶晶的聲明 陳慶晶寫寫寫到說 沒有送紅包給柯文哲 柯文哲團隊有人通過律師跟他拿錢 但他剛證不合 但他沒跟你講有公關費 但重點是柯文哲沒有拿紅包 所以這一題就公開算證了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其實我們討論 應曉為一個討論精華沈 要先從正常的輔會運作來看 一個名義代表為了一間企業 六年開三磁場協調會 這是多離譜 再講還是多離譜的事情 我說正常來講 嚴峰 小明哥都 我們之前小明哥都要支撐 正常還說是這樣 一般兩次就知道 對 兩次 我覺得還要去看一個東西是 你那個公益性在哪邊 那個沒有公益性 這是商業性 我跟你講我退一萬步 就算應曉為不考慮公益性 有民眾陳情 你把精華沈當成一般民眾 開了一次之後覺得不成 第二次之後不會覺得怪怪的 就開始停了 六年三十次是什麼意思 一年開五次 一年開五次是什麼意思 兩個月開一次 兩個月開一次 哪個市府官員最後不會妥協 要不要再退一萬步 是 金華沈有在應曉為選區嗎 沒有 再退一萬步 對啊 退到中正萬華了嘛 對不對 我們選區有蒙甲公園 對 再來講錢的事 公關費其實 現在是一億多 不是只花一億多 是威京集團的一億多的公關費 流向不明 根據這個自由時報 他們的跑司法縣相關的報導裡面 一定是檢調出來的訊息 對 幾億的公關費 我真的沒聽過哪一個集團 公關費是幾億 公關費幾百萬送送禮 那零頭 因為他可以賺幾百億 對啊 他賺幾百億 他賺三百億 你賺幾百億 拿幾億出來當公關費 然後公關費多到 他們可以交代都交代了 有一億多 是一億多 不是一百萬 無法交代留下 對 其實現在檢幫很大有查 就是這一億多 錢是流去哪裡 金流查出來 大概就差不多了 幾個問題 現在有媒體寫說 其實金華城跟柯文哲牽線 其實是黃珊珊 第二個 這個應小威 是不是真的向媒體報導了 只有四千五百萬 再來官員誰去跟他拿錢 要去跟沈青青拿錢 是不是真的沒有拿到 誰去要的 這些事情查下去 一億多很好查 一億多不是一百塊 一百塊掉了查不到 一億多不見是查得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 其實後面要查其實不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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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